今天我們到台南一家本土拍賣公司 來看一下它的拍賣御展 是一個精品的一個御展 首先我們來看一件小夯鳥的一個作品 小夯鳥大概就創立在1975年左右 本來是一家台灣的一種家庭作坊 那後來大概有接受台北故宮一些訂單的委託 所以你看它的一個作品 大部分的造型文是以輕功的舊廠 那現在也做出了自己的一個特色 從傳統的一個基礎底下 找到一個創新的路 也受到收藏家的肯定 現在也越上了一個拍賣公司的一個舞台 那這是一件葫蘆品 在明嘉靖的時候 這個嘉靖皇帝比較信奉道教 所以他在那個年代 就創作了很多這種葫蘆品 那這種葫蘆品 龍吻還比較少見 多數的話 都是 八卦吻 或是八仙 甚至靈芝等等的一個文式還比較多一點 所以你會看到這整體的一個造型很規整 這個第一款還有青花的一個 小芳窯製的 四字的一個專書 這件是小芳窯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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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不一樣 所以又叫做藍娘紅 或是藍紅 由於銅紅柚 它本身是 會流動的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 清康熙的一個 紅柚 或是厚草的一個 紡紙的朋友 他的口眼是白色的 因為他的一個童魚會往下流 那這個造型 很優雅 還有小芳兩個字 那這個造型 就跟觀音菩薩 拿的一個 淨水品 是一樣 所以 顧名 觀音品 我們接著來介紹一件 小芳窯 防乳釉的 一件 雙耳的香乳 通常這種香乳的話 它這個雙耳都是用 縫 或是魚 來做裝飾 不過這一件 它的輪廓比較沒那麼的清晰 那整體的一個 釉色 非常的潤質 是仿製這個乳釉 但是又有一點 比較淡一點 也有自己的一個特色 送帶了一個龍圈窯的茶館 這是一個 葵花孔 胡褲 這個 短 短圈組的 一件 製品 你會看過這個 色胎的部分 火石 非常的 鮮密 這個 有一個 這種單色釉 日本人 早期還喜歡 所以很多龍泉窯 這種單色釉 最近這十多年來 因為 景氣的關係又回流到台灣 或是 大陸 大陸 我們接著來看一件 藏口碗 這件藏口 然後 潛圈組 那敵款有 大清 加清零製 六製 紅色的 敵款 台幣 不丟我 嗯哼哼 然後碗的一個 外幣 有畫上 焚彩的一個 侍女的人物 那這一件 顧價才5000台幣 值得關注 看到整個 笔觸很細膩 接著我們來看一件 宋代 吉周遙 一般又雜 這一件的起拍價 六十萬台幣 看了這些 精品的一個 拍賣一展 那慢慢的 你就會發現 紋路的精品 的貨源 越來越難選 所以在收藏的一個 過程當中 有合適的一個 收藏品 就應該趕快下手 或者好的東西 越來越罕見 然後 你會做什麼 你會做什麼 我會做什麼 不過